数据文件间的转化 SaaS作为一个强大的数据处理工具 常常需要面对不同形式的数据文件 将它们纳入到SaaS系统中来 为了有效地实现数据分析功能 SaaS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使用户对数据文件进行转化 通过菜单操作 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一些外部数据文件 与SaaS数据集之间的转化 首先我们来介绍 如何将SaaS数据集转化为外部文件 首先我们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 导出数据命令 打开ExportVisor对话框 在Library下拉列表中选择 要导出的数据集所在的逻辑库名称 例如我们选择SaaS Help 逻辑库 然后在Member下拉列表中选择 要导出的数据集名称 例如我们选择 NCCBW数据集 完成 单击Next 进入下一步 然后我们在 下拉列表中选择 要导出的数据文件的格式 例如我们选择 Microsoft Excel 97-2000-2002 Workbook 也就是要转化为Excel文件 完成 点击Next 进入下一步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我们进入 要导出数据文件的路径 例如我们进入 表示将Excel文件 保存在地盘下的 Test文件中 单击OK 进入下一步 在空白处 键入 要导出的Excel文件的 工作表名称 例如我们键入 A 表示 工作表的名称为A 最后单击Finished 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 日日窗口的提示 已经表明 我们将SaaS Help中的数据集 ACCBW 成功地转化为 地盘下的Test Excel文件 接下来 我们介绍 如何通过菜单操作 将外部数据文件 转化为SaaS数据集 首先我们选拨栏中的文件 导入数据 命令 打开 ImportVisor对话框 在下拉列表中 选择 要导入的数据文件的格式 例如我们选择 Microsoft Excel 97-2000-2002Workbook 也就是选择 将Excel文件 转化为SaaS数据集 完成后 单击Next进入下一步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单击Browse按钮 选择 要转化的数据文件 所在的位置 例如我们选择 刚才得到的 Test Excel文件 完成后 单击OK 进入下一步 在下拉列表中 选择 Excel文件中的工作表名称 完成后 单击Next 进入下一步 在Library下拉列表中 选择 要转化的SaaS数据集 所在的逻辑库 所在的逻辑库名称 例如我们选择 转化为 逻辑库 Work 中的数据集 然后在Member下拉列表中 进入数据集的名称 逻辑库 例如我们将数据集 保存为 Test 完成后 单击Finish 完成 我们在日式窗口可以看到 已经成功的将Excel文件转化为 Work 逻辑库中的Test数据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